最后呢我们来看台湾的新闻 台湾第一个呢 我每个礼拜一定去看的成品 成品 所以我大家一般人不会看这个新闻 那我就看 我说成品有什么新闻 成品要开家新的 对啊他要开新的 但是成品要开小型店 预计在未来三年代 全台湾要开100家的小型店 就像7-11 所以你就等于像一个小型的文化店 他这个叫做这个新形态的社区店 叫做成品生活时光 他是把这个知性书房跟厨房 那等于是说 你在这里面去可以买一本书 你还可以喝一杯咖啡 那等等 他快速展店跟复制 那以往成品是吸引观光客 但现在观光客不来台湾了嘛 像新义的这个店 观光客10-15% 西门商圈 这个松烟的店30-40% 那从成品的未来的这个策略呢 就是线上加线下 所以电商 第二个呢大小店并行 大店的话就是那么这个三家 那么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的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小店 类似7-11的文创舒适空间 是非常值得 我家是住在这东华南路 这个中校东文的附近 我希望在那边能够开几家 我相信一定会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selveken 订阅 转发 下期课